哦,行了,明白了,歡迎來到第122集的動畫 你們在想什麼呀? 講萬鈕姐幫 等下吃飯,你那條阿姐捧著 你那條阿姐? 不要一做節目 你已經是一條腸了 對,一做節目就講完這些東西呀 我們應該講那些東西 黃先生馬嘗那些 對,馬嘗那死了老母 真的嗎? 他專欄又寫的 但你笑笑口說 因為他忙到沒空去看他老母 他為了供事,所以沒有送他媽媽去一程 他為了供樓還是供事? 他也供供樓,你不是瘋的 我不送他不是供 我不送他一次過比賽 你送他是售的 那為什麼要叫聽眾門組團去告供 我不知道,阿Sir自己也不去 那就沒所謂 我們要尊重偶像 齊齊不去,就當沒回事 說了一件傷心事 你說什麼漫畫? 日本漫畫經常都說 譬如一家人 然後老公 所謂的經驗 但最後你也要後悔 有些子女生氣了他 對,生氣了他一輩子 這將會是馬榮城自傳的其中一個章節 不不不不 先介紹自己 大家好,我是馬榮仔 我是姆一郎 我是吃雜扒有條腸的 嘩,很恐怖 大家好,我是冰姿 冰姿就會吃雜扒沒有條腸 你不讓我說,我是私敵 你有沒有那條腸? 我當然沒有,怎麼想跟你 對咪說話才行 別以為我不會幫你剪 說了一件不開心的事 笑著這樣說 好像笑臉總統 說了一件很不開心的事 我又給錢肥娘洗了 你真的不懂學精 我不知道 上次我們也說過 他會出本不是用海洋名的足球雜誌 我不知道那本就是那本 你會這樣嗎?大哥 唉唷 遲些你就會見到一個 你從來都沒見過的女人會害你 你都沒見過那個女人 你怎麼知道 那個女人會害你 所以你應該先防範所有的女人 笑 所以應該馬上變成BL 我那天走過報攤 打算和一切都是私敵類的 那天打算和私敵吃飯 他還沒下來 在報攤買一本書 沒有書買 買一本足球雜誌 買回來 很糟糕 本來也不知道 但那本書 越看越廢 就像一碗垃圾一樣 然後我打算追究一下 看哪家公司出那麼差 我看到一個Editor 即是Chief Editor 叫Dicky Lee 這個名字這麼熟 Dicky Lee 沒有海洋Logo的嗎? 沒有海洋Logo 然後一直找到最後一頁 封底內頁 如果你說封底 版權業也是 版權業很大 很小 寫著什麼 Health Stylish Ocean Creative 我不知道它是Ocean Creative還是Ocean Creation 我忘了 Anyway 我就知道這本書是海洋 真的一口一口 真的那麼廢 裡面有編者話是罵的助理 沒有 沒有關係 廢是內容 我都不完全好care 那些編者話 最快的是什麼 雖然有少少off topic 但我長官也會說 這本書有多快 作為一個 一本足球人雜誌 聯賽榜也很合理 聯賽榜是沒有積分的 你不知道出去的時候 現在踢了11場有多少分 萬連現在踢11場有多少分 自己計算吧 排名 踢了多少場 贏和輸 入了多少球 失了多少球 然後比上個星期 升還是跌 但他今期是第一期 即是他當是股票 但他完全沒有 那一隊球得了多少分 然後我再揭去西甲聯賽榜 他的榜是亂的 明明黃金八得你排第一 他排到第13 我問 咦? 這些東西都錯了 頭12位都沒有人 是嗎? 有啊 那些榜尾 我敢認13就沒有人敢認12位以上 嘩 真是看得爛了頭 然後那本東西 要不就是賽事回顧 要不就是賽事預測 要不就是賽事預測 即現在 即這場球要不就是主贏 要不就是客人贏 要不就是和 不 如果是這樣也更好 即是他有告訴你 他預期哪一隊贏都更好 他只是說 即是 上場球踢成怎樣 那我看了 我不用你講 現在足球雜誌是這樣做 死定了 不夠update 因為是沒有意思的 你用文字 簡述了一個比賽 有什麼名字 那本書 球王 Tops 好像叫Tops 還是Tops Soccer 粉紅色封底 他的球字 粉紅色封面 馬拉多娜做封面 他的球字 有個哥爾夫字 對 哥爾 有個球字 中間那一棟很小的 寫著哥爾夫 或者108 所以這些就叫做 你這麼說海洋 不如說你這個專欄 你現在幫他寫專欄嗎 怪不得不罵 我們這些聽眾 我們可以進海洋那裡撈東西 賺到錢 我純粹是這個專欄 因為我也不知道你的專欄有什麼 話說我們說出海洋的專欄 其實就是我們管而已 不是啊 你聽回以前吧 大家一說了就會插兩句話 到時候大家自己想 他經常都是罵神罵鬼 又說什麼被人陷害 那些市場 海洋罵鬼 很威猛 過了Halloween 好像很久了 那隻是屁股 就是叫做全部幽靈 中秋幽靈 但這次的肥男專欄有些新意 就不是再說一些負能量的事 說他成家人去台灣旅行 即是不說BL 還說帶他們團的一個領隊 還是他的書迷 喜出望外 當然是喜出望外 現在還有一些書迷的朋友 不懂啊 他拍了別人的照片 這位Ken哥就 他自己不出鏡是這麼有趣的 他自己找公仔遮蓋自己的樣子 到底是不是真的搭著肩膀拍的 會不會找一把刀子 會不會找一把刀子 會不會找一把槍 人家不肯跟他合照 唯有畫出來 笑 但是除了說這件 屬於肥男自己的開心事以外 他還說了一件很大的事件 就是他 有沒有說過球王出了嗎 旁邊那群廣告友 如果早一個星期我拿到這本書 我就不用被騙了兩條東西了 笑 說說什麼 一個很重要的宣佈 就是之前他不是說過有一本 接下來叫絕地轉生的作品 就是用他以前那本 出了幾期就 睡覺的時候 咬了轉生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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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Zhu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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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小學雞 懶音 他就講了最新的進展 這本作品就會是他封筆之作 他這次正式的封筆之作 是啊 他寫得明白 那封筆就怎樣 那我們要夾訓把花籃放過去 花牌還是 花牌 都一樣 不同的 我覺得兩樣都要送 送完一樣 幾個人就送另一樣 不是啊 審死官裏面 周星馳一說封筆沒有多久 直筆從光了 不知道他到時有沒有什麼 不過大家好像都聽到有點厭 他經常說退出 說了很多類似的事情 他之前都已經說半退休了 那次堅退 半退休都看五六次稿 他正式退休就看十次 有時間嘛 退休了 退休了 退休沒什麼事做 不是看稿 好啦好啦 還有什麼說 總之他最後很堅定地說 會真真正正終結他二十幾年的漫畫生涯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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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馬sir都還是 顧著趕稿 每一天 顧著趕稿 而不空拜老母 肥良終於都收山了 好耶 你想想 黃先生 六十五歲 還要自己親手寫本 春秋賤紅 浪新五 好像六十五 要退休了 本來 這麼一刻 營營逆逆 為了什麼 就是因為賺不夠 賺食 賺食 那 馬sir 因為趕稿不拜老母 犯法 那肥良要退休 我上架 猜到肥良才是香港漫畫行業的真正大贏 他可能像墨尊一樣去閉關 吹肥鬼 他去了春秋賤紅那邊 他可能是過獄記 他差不多開打了 他可能是閉關 我想說那邊真的是開打 所以他都差不多時候準備過代 一定是氣貨稅 還是毒稅 他應該是墨尊肥鬼 很明顯是 再看看 看看堅令流 或者最後爛尾出不了 他就不用退 不可以 提早退 我們要大肆宣揚這個消息 我本來在留言板流了 寫了今集預告叫鐵血車神 我馬上改了 一完結就改 公賀肥良退休 一定是榮休 榮休還是榮休 就是這樣 講完一套 用了十分鐘說的 其實不太關事 但其實說到肥良 是有些事情要說下去 因為就是 我們之前答應了 說一本向肥良致敬的漫畫 鐵血堂囊 伸著鐵血堂囊 這個過程 辛苦嗎 不辛苦 很好笑 看得到吐血堂囊 不錯 這本真的好混賬 如果大家喜歡混賬 其實不錯 混賬當然要看春秋戰雄 春秋戰雄太老了 喜歡看開學完墨士樂 那類的 有些雙月眉 不太知道 他這本才是昆倫天佬 對 真的好混賬 這本身著跳血堂囊 小威這間專門出資票的公司 搞的 荷蘭銀行支票 本本也是空頭的 出本什麼 出本什麼 Lamo 不見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變成澤蘭 那是 接著那本金莊迷離境界 不是他出的 是他出的 他有專欄說的 肯定了 肯定了 接著有那本金莊迷離境界 很恐怖 不知道去哪裡 鬼影都沒有 我們想叫冰師買一本書 現在都沒有藉口 真的沒辦法 鬼影都沒有 比光速 夠了 很多正常沒有看 不要緊 過了尾場我沒有劇頭 接著 他說還有一本身著五兄弟 完全聽不到 但五兄弟好像沒有說 沒有久 這本書好像在身著跳血堂囊 第九、第十期左右有賣廣告 又不見了 很多空頭支票 希望他結束那本是認真的 52期會結束的大合傳期 現在出到49還是50 差不多收皮了 真是跟溫爽狂入轉打的正著 譬如唐郎就沒有想著是十二期這麼短 當初想著如果他認真搞一些寄擊漫畫 反而是一件好事 但看看不是很對路 由乾淨的江湖打鬥恩怨 搞解下面超能力二能格鬥 好有趣 這本書真是打打打 完全去到 該如何說 根本是池強力量的境界 他這本才是真正的驚天地一鬼神 那就像海虎 其實如果要比較 我覺得像黑炮烈轉多些 又磁場又... 不 像海虎多些 因為他又說一些實實佛佛 三界輪迴時空那些事情 海虎都不敢玩一些 也有地獄那段就有 地獄那段就有這些事情 提一提無極震事就當作說了佛 類似那些事情都有 不如這樣吧 我猜很多聽眾其實真的沒有看過這本主題的主題 包括很多主題都沒有 這個故事其實很簡單 一開始如果大家有印象就看過罪章 有一個神秘人 師父和主角鐵心 留下了雙子棍 那個鐵心 鐵心從黑龍江隻身來到香港 以他父親的遺言來找一個雷轟天 不 雷復天 雷復天 他的兒子叫雷轟 雷轟簡單的說話 即是手男樣 雷車車車 對 要來找雷車車車 鐵心呢 不是 他找雷復天 雷復天和鐵心的父親是生屎之交 在他被他弟弟尊龍追殺的時候 故事很複雜 他弟尊龍 本身叫龍 雷轟耗 對 雷轟耗 即是扮個普遺的尊龍 哈哈哈哈 然後下來 總之就是要找雷復天去知道自己的身世 陸交集他拿一個鐵盒 半島鐵盒 然後尊龍就要追殺雷復天和鐵心 因為他也要拿那個鐵盒 因為那個鐵盒原本以為他裡面有一個叫做中陽經 中陽經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這個 什麼陰經 東陰公 東陰公 東陰公的另外一半 上下卷一起練 那些武俠小說 經常都有什麼孤陰不掌 什麼獨陽不生 中鐵的中 九陽的陽 中陽經 對 什麼孤陰不掌獨陽不生 所以他一定要 一定要 九陰九陽的關係 對 一定要學完兩樣的人才會平衡 難怪黃小龍 梳梳梳 哈哈哈哈 然後經過十多期之後 這群人拉在一起 原本是一個家族情授的故事 雖然龍虎門式 暴躍 怎樣說呢 稍為傾向有些開山劈石的 不是功夫那隻 不是第八同仁 工夫也開山劈石 不是葉文 不是葉文那隻 不是實打的 對 都有一些開山劈石下 家族情授 本來打算是這樣 誰知道打打下出了一個 龍邦的黑道大佬 龍邦是人 龍邦是幫會的名字 首領就叫東方龍 就是奧家 這個奧家 東方龍 他就是學識一個 他學什麼 我忘了他的招式 不如有他 他學那些很厲害的東西 原來 厲害了 東方龍一出 故事就變了海虎儀 他不是影響了一個磁場 他們本身可以製造一個磁場 其實當初說 他剛剛出場的時候 其實還沒說得那麼誇張 他的樣子就不是很磁場 很凶惡 凶神惡殺 但又很好相遇 哈哈哈哈 東方龍出來交代一段 即是他的往事 比我們剛才說的主角鐵心 他老爸更加遠古的 80年前 好像是藍金來的 差不多 不過沒有人這麼誇張幾百年 他是幾十年 東方龍一次和當刻三位武林高手交手 在打的過程 就是黑龍跳夫和舞女 對 會相同的造型 打打一下 他們一直發覺 屬接generation 他們就跳進了另外一個境界 叫做三界輪迴 SS拳 好多觀賞 所以我為何看一看 不是有些像近年黑猴 他們沒有說過以前有人指導他們 他們純粹是打的時候自己感受到 然後就覺得 咦 你不是很喜歡這類東西嗎 我最討厭的就是玩時空穿梭那些 他們四個打 即是三抽一的 賣出來的嗎 對 即是三家豬一家 三糧教主 東方龍自己都說 最初是互相找弱點 即是大家各自討厭對方 誰不知打就打就不理對方怎樣打 自己做牌 總之就是自身提升功力 提升到由原本的開山劈石 變成超能力的那種打法 即是原本掠一色變成青一色 對 自我提升 他由打打麻將變成劈牌 嘩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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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原來他有一個目的 即是這個東方龍有一個目的 應該有的 這個目的就原來已經脫離了什麼 什麼家族情守 因為不同的程度 他要的是統一世界 先滅中國 先統一中國 先滅中國 因為這群人 他一個人都可以堆壞一個軍隊 所以其實很厲害 但為什麼他還沒有行動 就是因為他要消滅另外三個 因為東方龍覺得 戰虎 狂雷和赤龍 三個人 既然他80多年之後還保持很年輕 那幾個人應該保持得像地獄海虎和紅獅一樣 結果原來他們三個真的還沒死 但這些事情 主角叫鐵心 打下打下當然是這三個師傅 原來之前一開始聚焦講的神秘人就是赤龍 這三個人就把所有功力傳給鐵心 鐵心擋啊鏟啊 對著這個東方龍就變成了持場力量強者的對決 爆發了一個類似時光碎道那樣的事情 大家都消失了 那是什麼來的 簡單來說就是 舊主龍虎門1200多期的Ending 然後就 因為之前他們 東方龍再和那三位師傅 我當是龍虎三王 龍虎三王打了一輪 所以受了少少輕傷 也不是輕傷 結果在這個時空就變成了時空追逐了 一直這樣輪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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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心就不停在時空中跳躍去追這個東方龍 因為東方龍一直以來都想殺殺龍虎三王 吸引他們的功力令自己再提升 真的是龍虎三王來的? 當是啦 不如你們評一下吧 這個故事我真的不想再聽了 不是呀 說完結局才會 因為結局是OK的 結果是沒有結局的 因為他們是追不到的 因為最後一期就是說他們 四 五個人 硬拼了一下之後 就跌入時間洪流那裡 龍虎三王就消失了 不知道去了哪個時空 剩下龍虎門的時空 這麼簡單 可能是 但是 這麼像那本時空迷途 有點肯有 但是東方龍和鐵心就跌上同一個古代的中國時空 結果他們兩個要繼續追殺 東方龍就要追殺三王吸攻 而鐵心就想殺他去阻止他達成這個目的 兩個就變成能夠不斷穿梭時空去追逐 有去到阿特蘭提斯之類的 很複雜 那和鐵血有什麼關係 我主角是用螳螂拳的 對 用斜拳螳螂 斜拳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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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他的血液裡面含鐵質很高 對 即是地中海貧血症 含鐵太高 即是磁力王的欲出 難怪這麼厲害 到最後 其實結尾是買得好的 至少他包含了 整個故事是包含了 就是一開始的女主角叫小月 第一次看到鐵心已經覺得很親切 原來為什麼呢 就是結局到最後 他回到一次之後 他跳了很多時空 跳回小月小時候 救了他一次 那一次就是小月的小孩 其實他就是第一次看到鐵心的時候 所以他就說一看到這個人 就覺得很熟 好了 故事講完了 但最後有沒有追殺到這個東方龍 請留意可能出現的 身身著鐵血痘狼 這本應該是穿越時空的少年 武師 的師傅 故事來說 你很明顯感覺他 原來是很熟悉的狂狼 擺明就是 跳躍也很厲害 其實你想不到的故事 我經常想很聚精會神去看 但發現難度太高 做不到 因為他支持太多 他自己開落的伏線 又沒有什麼特別交代 而很多人 他終於是十二期完 但他到第十期的時候 他的故事都落響 東方龍手下之間的內鬥 令你感覺不到 那幫主角或者主線 好像還未入大直路 或者令你覺得 起碼還有十期才能夠結束 但他接著兩期就完成了 那你就想不到 但他的武打當中幾場 其實設計得不錯 你真是最頭癢的地方 你真是這麼想 尤其是第九期 即是那幾個尊龍 尊龍嚴羅佛 還有雷霆 雷霆 那個打鬥 是比之前主角那些好看的 有一點像看 部分農府門 身處農府門的張設 我也同意你剛才說過 那一戰其實是打得不錯的 但你看到他們之前 又說爭那個鐵盒 好像最後是沒有東西的 鐵盒 鐵盒只是說出他們三號派 什麼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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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那真是猜到那些人 那些是因為老父那些人 怎麼會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 說是說家聚業而已 是啊 沒錯 言家聚業 咦 原來那個鐵盒 是鐵盒 Hamp 我們誤會了吧 應該叫鐵盒防補 即是寫錯字 他上面沒有了一個合作字 他選了很多 盒子第一個就是一撇 因為他的方法轉得很厲害 而且是很無厘頭的 我最記得那次和華叔談話的時候 好像是出到第五還是第六期的時候 華英雄 華叔 我們在討論當初尊龍要拿鐵盒的時候 為什麼要給一天時間 雷福天去給他 即是不立刻就拿呢 既然你可以威脅到他 但又很奇怪 他之前說尊龍和嚴羅佛是同級的對手 但他一去到雷福天的時候 第一次看到他老弱病殘的死人 看到尊龍是很害怕的 但他一看到嚴羅佛 你看到像包皮一樣的樣子 我說古客仔 包皮 包皮的樣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剛剛你說的剛剛所以不害怕 哈哈哈哈 還是舌頭是舌頭來的 哈哈哈哈 嘩 那些是超神童子的樣子 他一直跟他講 然後還有他精神悄悄 billing 對 我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 employment求的 希望知道dom定的人aren 很奇怪 都可以再哥 représent 很多 Meu情願變的 還有一些のは打來打來打來打 不知為何會劇目 很複雜 還有他真的 我看見包皮的樣子 人物的關係 個性 亂七八糟 原本尊龍和嚴樂佛脈說很害怕東方龍 但他們一段時間又說到好像很不怕東方龍 這個本來又是他們會不會反對東方龍的伏線 但當你說到東方龍原來是磁場力量的強者 那電慢這些 鬼秀王這些電流推動境界的強者是垃圾 那怎樣打呢 是不能打的 那個層次是你完全不知道的 好像突然間 啊 我知道 簡單來說就是撒旦和布歐那種距離 一開始你只說撒旦和普通人類的拳腳交 但原來還有一班飛利在街上走來走去的 那你就會覺得很不適合 如果他們當初真的了解到大家的距離 這麼害怕他們 那就應該貫徹始終 所有行動啊 他們的部署啊 計劃 應該是循循這個方向的 根本就不能部署了 因為問題根本就不是那個級數的對手 因為他們去到最後這兩個人都是希望拿回鐵盒當將功贖罪啊 買回東方龍班啊 但是他們做的事情又不像是 他們一時三不間中是想著再反東方龍的 他們連自己站在什麼位置都搞不清楚 是啊 所以真的是很古怪啊 我只能夠說一句 我很怕以後還會看到類似封卡的作品出現 那我就這樣說吧 你的說法就是無言 他們就畫這些 斌強龍少和仔就畫那些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另外也不得不提 這位主編 我聽到回來就不是肥良 他肯定是肥良的粉絲 因為真的 你完全感覺到肥良那種圈稿的風格 包括那些人的肢體動作 我印象之中 我對上一次感覺 有一個人很像肥良圈稿的風格的話 那一個人是Lanwing 很久以前出版什麼 八神 八神和狂瀉 狂瀉 Lanwing也很像 但是這位更像 很像 飛行動作 跑步動作 出拳動作 對轟的時候 對轟 喊 除了他起字那一下 你一定知道他不是 因為沒有那麼多辯字 之外 或者沒有那麼多他媽的之外 其他那些都是很像的 但是這樣說 A4的肥良其實是不好看的 老實說 A4的肥良是不好看的 這本書 如果他正正的 那是不是肥良現在好看的 我講的是海虎年代 或者武神初頭的年代 對 還有整體製作質素 可能都是屬於小威的格局 小威的書格局 製作比較粗亂 這也是事實 大了十二期我覺得算不錯 你之前那本《終極對決》 選舉那本呢 《終極對決》 可能那本書比較貴 其實 I mean 評書 製作質素可能會比較貴 我不知道 因為你參與的 人數好像比較多 其實你也看到他比較多 一些大陸的助理 還有製作班底去參與 所以這本書十二期完 都是難得的 我想 接下來有年底 我們去年搞了一個選舉 今年都會的 究竟今年哪本能夠榮英 終極對決是不是今年完結 先查一下 好像是今年的事 好像是 看看究竟花樂瑞家最佳短片 正改那段時間 好像是 五區公投 即今年 五、六月的時候 所以 是不是也說另外一本短片 那本短片都可以有機會 撥下去最佳短片 但你想今節說還是下節才說 都半個小時 下節先 好嗎? 下節先喝茶 在打聽 對 題 こ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